大家注意看 家里有吃不完的大萝卜 不要总是炖着吃了 以后像我这样做 鲜香脆爽 真的是特别好吃 做法比喝凉水还要简单 地里刨的大白萝卜 不用去皮 直接给它切成大大的小块 多撒上一些精盐 给它翻拌均匀 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把这个萝卜腌出水分了 然后把萝卜攥干水分 这个盐水留着备用 再加上清水 把这个萝卜给它洗掉盐味了 不知不觉已经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 一直都没有收到您的小红星 上一个视频真的是太惨了 家里面还有三个儿子在养 今天就给点一个吧 拜托您了 最后用力地把萝卜攥干水分了 准备一把韭菜给它切成小段 原葱切成细丝 然后给它们倒在大萝卜里 加上一包这个 韩式泡菜专用酱 这里面什么虾酱啊 鱼露啊 成分都有了 什么都不用老铁的放了 在家里面咱们也能做出 朝鲜族拌菜的味道来 而且现在都是19块9两大包 真的很划算 把萝卜翻拌均匀了 即可开吃 放在冰箱里冷藏那更好吃 喜欢的您也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